好多演员都是戏一步接一步拍 特别是正处于上升期的九五后演员 几乎都是无缝接轨拍新戏 像是王河迪拍完以爱为营紧接着有大风打耕人 王瑜拍完身影接着有小巷人家 吴磊 徐凯 张灵鹤 陈兴旭也都是新戏不断档 近期网上也统计出九五生们的净组时长 一下是最拼的老模演员他不诗 吴磊第六 王河迪第五 冠军一年快三百天炮在剧组 2023 无缝禁组拍新戏 嘴平狼魔 九生他不诗 陈兴旭 拍完我们的翻译官见你有今天 你的谎言已动听 累计禁组时长211天 陈兴旭2023年连着拍了三部现偶填重剧 先是搭档宋茜主演了我们的翻译官 饰演首席技术官 接着又搭旧花张若南出演了你有今天 这是一个绿正佳人vs高冷毒蛇上司的故事 陈兴旭演的就是这个毒蛇上司 大家都觉得陈兴旭自带的扎缩感 以及他186公分的身高 演笑剧应该会很素 另一部你的谎言已动听一样是都市剧 陈兴旭搭档张雨昕 这是非好感流量女星 vs医疗队长的爱情故事 同样是俊男美女的组合 2023无缝镜组拍新戏最平浪魔旧物生 Top10 顶雨昕 拍完黑白森林及永夜星河 累计镜组市场211天 顶雨昕2020年已传闻中的陈千千和赵露丝双双爆火 但后续的资源与发展 顶雨昕明显不如赵露丝 顶雨昕是有演技的 无奈这几年她的播剧运气实在不怎么好 2023年她推出的两部古装剧 《称归梦里人》和《七十吉祥》制作质感都很拉胯 不过丁雨昕后来接了主演古装剧《永夜星河》 这部剧改编成热门小说 搭档的是如今的人气小花余淑欣 话题肯定不会少 而且余淑欣主演的剧质量一向都不会太差 也许有望能让丁雨昕窜出来 另一部黑白森林则是行侦悬疑剧 2023无缝镜组拍新戏 最平浪魔旧物生 Top8 陈哲远 拍完《暗夜与黎明》 接白色橄榄树 累计镜组市场216天 2023年陈哲远和赵露丝合作的甜宠剧 偷偷藏不住 人气之声 大家都觉得陈哲远的外形特别适合现代甜宠剧 而接下来陈哲远哲远的白色橄榄树也一样是现偶剧 陈哲远打档梁洁 是女记者vs爆破工程师的爱情故事 原著小说很受欢迎 陈哲远和梁洁都很擅长甜宠剧 只不过白色橄榄树改编的是九月夕的小说作品 他也就是《我的人间烟火》的作者 曾陷入抄袭争议 小说改编剧都有高流量 但骂声却不少 剧播出时恐怕会因为作者而引发不少争议 另一部《暗夜与黎明》则是谍战剧 2023无缝禁组拍新戏 嘴平狼魔救护生 TOP7 徐凯 拍完《你比新冠美丽》接成欢季 累计禁组市场221天 徐凯一直是《救护生》中的狼魔 每年她的新剧总是一步接一步 几乎都泡在剧组中 而且这几年 徐凯几乎搭变了如今的人气女星 从同公司的白鹿 千古绝尘搭周冬宇 爱德尔巴定律搭杨幂 乐游园搭景田 启青照搭于书兴 2023年徐凯又收割了两位收视女王 徐凯先说谭孙英合作的都市剧 《你比星光美丽》 徐凯要演八道总裁呢 然后是和杨子的成欢季 杨子的收视号召力 相信不用小编都说了 成欢季徐凯要演职业酒店经理人 两部剧目测话题肯定不会少 2023无缝镜组拍新戏 嘴拼狼魔救生 TOP6 吴磊拍完在暴雪时分 接电影入行入阁 累积镜组时长222天 吴磊自心寒灿烂走红后 选剧本非常的谨慎 接下来吴磊只有一部下偶填宠剧 在暴雪时分待播 这部剧和亲爱的Ride 很想很想你一样 都改编自莫饱非饱的小说 吴磊大当招金脉 两人颜值高 演技稳 光看阵容就让人有期待感 拍完在暴雪时分 吴磊没闲着 吴磊接下了动作武侠电影 入行入阁 合作陈坤 相比其他高产量的救务生 吴磊选择拓宽戏路 多方发展 他的作品虽然不多 但都让观众有期待感 2023无缝镜组拍新戏 嘴拼狼魔救生 TOP5 王鹤蒂 拍完以爱为应 接大风大耕人 累积镜组时长225天 2023年 王鹤蒂先是拍完以爱为应 接着又进组古装剧 大风打耕人 以爱为应 于2023年上半年杀青后 下半年火速播出 虽然冲出高流量 但是口碑却很惨很惨 不过好在 王鹤蒂还有一部重磅古装剧 大风打耕人 这部是南平的IP改编 是坠续的导演加编剧 而且是心理传媒 加腾讯 加粤文集团的三方恶作 王鹤蒂 大当田兮威 是2024很被看好的新古装剧 2023无缝镜组拍新戏 最平老魔九五声 Top4 宋威龙 拍完相思令 结七根心结 千香 累计镜组时长248天 2020年 宋威龙凭着下一站是幸福 以家人之名 两部剧人气暴涨 比较可惜的是 宋威龙后来 因为和于正 因合约问题 闹上法院 打了两年多的官司 导致宋威龙声势有点停滞 如今已被无垒 王鹤蒂等人超越 宋威龙的几部带播剧 也都是很一言难尽 奇幻冒险剧七根心简 搭档的刘浩存 录人员非常非常差 相似令 阴阳也的关系 目前能不能播 还是个未知数 再来就是和居进一的千香了 两人之前曾搭档过漂亮书生 但该剧口碑不佳 不知道这次的千香 效果如何呢 2023无缝镜组拍新戏 最平老魔救生 Top3 曾顺戏 拍完孤舟 接云秀行 七夜雪 累计镜组时长262天 曾顺戏进入前三甲 曾顺戏几乎都是不断档 在拍新戏 每年几乎都会有 两到三部戏开播 像是2023年 他就一连播了 我可能遇到了旧星 莲花楼和停更记 难道的是 曾顺戏高频率的产出 还都能保证质量 2023年 曾顺戏又连着拍了三部新戏 分别是谍战剧 古舟 搭档陈都林 古装剧云秀行 搭档李一同 还有线下剧 七夜雪 合作李庆 像曾顺戏这种事业型的影员 让粉丝很放心 因为他目标明确 认真拍戏 曾是有好作品推出 后世让不少网友 也都很看好 2023 无缝禁组拍新戏 最拼狼魔救生 Top2 张灵鹤 拍完云志宇 接四海冲鸣 杜华年 累计禁组市场264天 张灵鹤的古装剧 从没断档过 苍烂绝爆火后 他的古装就一步接一步的接 光是2023年 他就播了 宁安如梦 云志宇 虎和妖狮鹿 三部古装剧 都是男主角 接下来 张灵鹤还加盟了杨幂的 胡摇小红娘月红篇 饰演其中一个单元的男主 而且又和景田的仙侠剧 四海重名 以及和赵金脉的古装重生剧 杜华年 比较被看好的是杜华年 和长风度是同个小说作者 2023 无缝禁组拍新戏 最拼狼魔救无声 Top1 王子齐 拍完冰雪剑刀莲 接雪迷宫 余境之上 累计竞速时长297天 狼魔冠军就是王子齐了 2023年 王子齐存在感挺强的 上半年 他转的天宠剧 你给我的喜欢 争出高热度 接着又出现在 肖战 玉谷窑 黄景玉 他从后光中走来演配角 下半年 还有犯罪悬疑剧 黑白密码 不同于其他 救生总偶像剧路线 王子齐接下来的作品题材 都挺硬的 有战争剧 冰雪尖刀莲 犯罪悬疑剧 余境之上 还有刑侦剧 雪迷宫 这部由张艺谋监制 王子齐和黄景玉二搭 王子齐选了和其他 救生不同的路呢 那么大家最喜欢谁呢 欢迎留言讨论哦